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年业绩串联失败人 在日本东京近郊的祁育县致富市 每年的12月2号和3号会举办致富业绩 这个在日本国内非常有名的祭典 月初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此今年的业绩更是吸引了近40万人到访 把小乡镇挤得水泄不通 不过在业绩活动开始之前 各种准备工作可以说是紧锣密鼓的进行 像是祭典所使用的花车也叫做乌台 就要在业绩开始的一个星期之前 动员上百人来组装起来 喝着街坊提供的月茶和邻里闲话着家常 星期天早上八点多 致富的乡民在致富神社集合 准备组装业绩的焦点乌台 平时乌台的各个部分都拆开保管在库房里 到了业绩之前的一个星期天 乡民就会把乌台重新组装起来 整个乌台设计巧妙 组装过程中没有用到任何一根钉子 华丽的雕刻板装好之后 众人把乌台拉出来 接着给它装上绣满吉祥图案的帷幕 这座乌台用了大量的金箔装饰 帷幕上绣着再满玩具的宝船寓意吉祥 负责人说 今天大概有一百多个乡民来帮忙 大家花了五个多小时把乌台搭建好 装点好的乌台十分华丽 大家卯足立即把乌台推回库房 乡民把乌台的轮子固定好之后 还要对乌台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整理 致富业绩当天会有六座乌台参与游行 每座高五点五米到七米不等 最重的有二十吨 都得靠青壮年男子拉动 但对乡民来说 参与这场盛典是一种殊荣 大家都等着一个星期后的压轴上演 在众人殷切期待之下 业绩隆重登场 这个盛大祭典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是日本三大业绩之一 那业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雕工华丽的花车 一路巡游攀登陡坡 场面气势磅礴 业绩的另外一个亮点则是 现场燃放超过两个小时的烟火 将冬季夜空点缀的绚丽夺目 分外美丽 吸引大批游客共襄胜举 12月3号是致富业绩的重头戏 有屋台游行和烟花大会 数十万名游客软入致富 形成万人空向的景象 人山人海带来了商机 街边的美食摊贩忙着不停 这时乡民为屋台做最后的调整 参与活动的男子既紧张又骄傲 准备就绪后 代表致富六个区的屋台 从会所出发 由轻壮男子拉着穿街走校 最后在晚上一起抵达市政府前广场 举办祭祀仪式 屋台车顶通常会有四五名男子 车内也有十几名舞者和鼓手带动气氛 所到之处民众的情绪一发高涨 看过了屋台 吃过街边美食 不知不觉夜幕低垂 是时候找个好地方看重头戏了 一些居民的住家门前 是屋台的必经之路 不少居民都出租自家楼上或楼下的观景位置 价格可以高达每人五千到一万日元 相等于65到130新币 这名出租自家楼上观景位置的男子说 一个晚上能够接待一百多名访客 傍晚六点半 首先抵达的是神教队伍 还包括后面的玉神马 而屋台就在不远处等待通行 在这时候 要先把铁道的电缆暂时摘除 才能让六七米高的屋台向前行进 工作人员只用了几分钟就摘除了电线 屋台这时终于在万众瞩目下登场了 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让屋台 爬上这个叫做团子板的陡坡 一声令下上百人拼尽全身力量 把十几吨重的屋台拉上坡 一个又一个队伍挑战上坡的丹尔 璀璨的烟花也在天空绽放 虽然气温只有摄氏几度 但几十万人共同感受着激动人心的一刻 让致富业绩的气氛沸腾到了顶点 业绩的起源同蚕丝的祭祀息息相关 致富地区曾经是丝绸的重要产地 由于当时交通不方便 丝绸难以外销 因此在江湖时代人们借着业绩的庞大人潮 带着丝绸布料前来试集售卖 至今这样的传统依然在延续着 目前当地剩下了15个制作丝绸的家族生意 致富业绩期间同时也举办眷事 专门售卖致富的传统材丝布料 又叫做明仙 这些古董明仙和服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 近年来凭着独特的色彩和设计 重新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据说致富业绩起源时 就已经有了关于蚕丝的祭典 现在业绩期间 致富神社依旧举办蚕丝祭 在致富经营丝布制作的易建公子 他的工作室每年要为致富业绩 制作100多套这样的服装 每套大概要1000行元 易建公子和父亲一起工作了几十年 尽管私部的需求逐能减少 妇女二人仍然想方设法 守住家族生意 为了让逐渐势危的 致富传统丝绸工艺延续下去 日本政府机构也伸出援手 关东经济产业省为他们 引接了海外设计师 一同设计出新产品 关东经济产业省支援的 另外一位丝布制作师傅 是44岁的北村九梅子 他几年前与合伙人南麻耶 开设了一间手工蚕丝布料工作室 他们坚持用最传统的 纯手工做法制作丝布 将残碱煮沸五遍之后 残丝脱落纠缠在一起 然后把残丝抽出 纺成丝线 这一轮丝线还没完工 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丝线煮好几次 才能让丝线变得洁白柔软 要上纺织机之前 还有染色等其他工序 他们使用的染料都是全天然的 绿色是用桑叶染色而成 这台纺织机完全靠人工操作 需要把每一根线穿进去 工作一整天 也只能做出70厘米的布料 北村九妹子说 她24年前遇见自己的师傅 就觉得这是一门 值得她用一生来学习和传承的手艺 虽然一个月也只能做出 十几米的布料 但是她并不觉得辛苦 两人为了开拓新的市场 曾经在瑞典大学进修的南麻烟 把瑞典的传统图案 融入他们的设计增填新元素 他们将四部传统和现代结合 玩出新画样 希望成功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市场 致富的捐布质感非常好 就不知道如果用这款捐布来制作雨伞 雨伞会不会更显独特呢 现在的雨伞价格便宜 如果坏了的话 相信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丢掉 不过在塞尔维亚却有这么一间店铺 它是专门修理雨伞的 经过师傅的翘首伞起死回生 可能你认为这样的店铺很难生存吧 其实不然念旧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这家开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店铺 至今半个世线 橱窗只放了几把雨伞 乍看让人以为是顾客留下的 其实这是雨伞医院专门医治受伤的雨伞 这个顾客说应该有这样的店铺为雨伞延长寿命 不应该为了铁丝折损或者被踩到扭曲而将雨伞丢掉 尤其是昂贵的雨伞 这名顾客说 他小时候就已经有这家店 他是凭记忆找回这家店的 他之前以为再也找不回 所以祈祷能找到这家店 现在让他找到了 真的很开心 店主说店面是他的母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的 当时主要是制作并售卖雨伞 随着雨伞大量生产 价格大跌 这家店索性只为顾客修理雨伞 店主说时代不同 以前东西坏了会送去修理 而不是丢弃 珍惜所使用的物件 或许是这家店面所要传递的讯息 那不能丢弃的还有寓意丰富的节庆 圣诞节这个源自于欧洲的节庆 则是延续了爱和分享的初衷 圣诞节要如何布置家 要送什么礼物给家人 别烦恼 广告之后给你一些建议 稍后见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 你是不是已经装饰好了家中的圣诞树 来迎接这个充满欢乐的节日呢 那不少人喜欢在家中摆放真的圣诞树 丹麦是全欧洲最大的圣诞树出口国 然而受到英国脱欧的拖累 加上其他地区出产圣诞树 竞争非常的激烈 导致丹麦的圣诞树 在这个圣诞节的销售不如往年标轻 在丹麦哥本哈根附近的这个圣诞树农场 工人正忙着包装 要将50万棵圣诞树出口到欧洲市场 这个在丹麦南部西兰岛的圣诞树林地 达到1100公顷 专门种植欧洲最受欢迎的 圣诞树品种诺文山 繁忙季节 公司需要雇用大约200名员工来应付 数据显示丹麦每年生产 1150万棵圣诞树 其中950万棵都出口国外 其中德国是最大的出口市场 其次是法国和英国 作为全欧洲最大的圣诞树出口国 丹麦的圣诞树行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主要是因为欧洲其他地区的 圣诞树产养丰富 导致行业竞争激烈 丹麦的圣诞树行业 估计每年营收2亿1000多万美元 相当于3亿300万新元 然而今年的销售却不理想 八年前丹麦的圣诞树 原本想打入东欧市场 但2008年的金融风暴 却影响了扩展计划 目前波兰则成为 丹麦圣诞树的新兴市场 英国是丹麦圣诞树的第三大买家 去年入口了60万克丹麦的圣诞树 然而英国脱欧导致英镑贬值 影响了丹麦圣诞树的销售 然而也有业者抱持乐观态度 在农场的种植区 这些小树苗要等上八年才能收割 到时候圣诞树行情 可能又有一番新景象 圣诞树装点不可少 但是你是否为每年的家居装饰而烦恼呢 不想年年都一样 想要别出心裁 可能要了解一下 今年的圣诞装饰的最新趋势了 我们现在就去美国看一看 今年的圣诞掀起了什么样的时尚风场 淡紫色 银色闪闪发亮的小灯泡 是今年圣诞最流行的装潢视频 走进比佛利山庄这间家居装潢专卖店 不难发现这里全都是冷色调的视频 室内设计师表示 银白 香槟色调所营造的冷调奢华风 是今年的最新圣诞装潢趋势 家居装潢业者认为 这一股冷掉奢华风还将延续到2017年 今年的圣诞节似乎不再是红绿配 圣诞树也千变万化 这个三角形铁质圣诞树你喜欢吗 桌上行圣诞树也小巧可爱 圣诞节宴客希望给宾客惊喜 不妨选择大理石质感的拼盘 桌上摆设酒瓶架子等 这小小的细节大大提升了 用餐的体验和感受 在圣诞节想制造更多惊喜 那么这颗倒访过来摆放的圣诞树 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 如果难以接受倒反的圣诞树 那么这颗紫色绚烂的圣诞树 或许符合理想创新 又不失高贵奢华的风格 让你闪亮亮的迎接圣诞 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 相信大家都在忙着 为亲友选购圣诞礼物 那说真的买礼物啊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特别是购买小朋友的礼物 你可能会说 小朋友就买玩具好了呀 但是现在呢 孩子玩具那么多 要让他们收到礼物有惊喜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英国的零售商就为父母 精选了12件玩具 作为圣诞礼物 供大家作为参考 圣诞老人和女孩手握彩蛋 轻耳聆听蛋壳内传来的声音 两人的眼神充满期待 不一会儿 这颗照料一段日子的彩蛋 竟然破了小洞 随即洞口越来越大 甚至孵化成一只小猫头鹰 这款来自加拿大 售价90新元的玩具上市之后 就被抢购一空 如果你想要在今年买一个hatchimal 还真的是不容易 据业者透露 工厂生产了10万个 但群球对于hatchimal的需求 却超过25万 在产量不足之下 玩具出现短缺 甚至有人囤积玩具转卖来赚钱 Hatchimal被英国玩具业界 评选为12件梦想玩具之一 同样入榜的 还有这个名为 菲比斯小精灵的互动式玩具 它已经进化到 可以透过蓝牙 来连接平板电脑 设定和操控 今年宠物玩具特别受到欢迎 如果家长不想买真的狗儿 这两款可爱的电动狗 相信小朋友会爱不释手 想要便宜又好玩的玩具 则可以考虑这一款测试灵敏地的傻香肠玩具 去年玩具市场蓬勃 主要市场取得7%的增长 全球玩具市场高达860亿美元 然而美国总统选与英国脱欧 造成英镑和贸易协定的前景不明朗 英国的玩具业界因而弥漫一片不安情绪 由于业者以美元交易 大部分的公司都早已留起美元 在汇率有大波动时用来对冲 因此今年的玩具 不会受到英镑下跌影响而要涨价 然而明年的玩具 就很可能会起价10% 圣诞节让人想随着欢乐的音乐起舞 而古巴人则是用舞蹈来表达爱慕之情 热情奔放的轮巴舞 上个月被列入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令古巴人骄傲的舞有什么特别 稍后我们去了解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岁末大家不是在旅行归来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 这一期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冷门的旅游景点 叫波斯尼亚 这个巴尔干半岛因为内战被战火蹂躏的国家 这个旅程不是人人都喜欢的 你必须要先闯过三关 之后还是心甘情愿要留下来 那么才算是真正的融入了旅程当中 这栋破旧不堪像威楼一样的建筑位于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 他在二十多年前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欧洲最严重的内战为期三年半 如果你不嫌弃他千疮百孔 那么你过了第一关 身穿军装的宿舍主人带你穿越阴暗 涂满和战争相关字眼的楼梯 终于来到了你的房间 这里只靠天花板的一盏小灯照明 如果你像这名美国游客一样 认为这不过是学习之旅 那么你过了第二关 如果你需要开电灯 或者是听电台广播 那么就得自己动手了 不过贴心的宿舍主人会为你劈柴 点燃灶头 为你准备填饱肚子的一餐 介绍到这里 你是不是要打退堂鼓了呢 如果还没有 恭喜你 你过了第三关 虽然说这趟旅程不见得舒适 但是相信 要在这里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 为旅程装载满满的记忆 并不困难 而另一个国家 古巴由于索国长达半个世纪 是很少人到过的国家 那对于古巴你有什么印象呢 是革命英雄切格瓦拉 还是上个月逝世的古巴国父卡斯特罗 或者是封闭老旧的城市街景呢 古巴尽管物质匮乏 但是他们的伦巴舞 却是充满了欢乐和热情的气息 我们现在就透过奔放的舞姿 去解读这个神秘的国度 音乐响起 古巴人在哈瓦那大街上 大跳伦巴舞 吸引众人围观 活力四射的舞蹈 结合轻快的打击乐韵律 完美展现古巴人的热情活力 受到非洲 西班牙和美洲文化元素影响 伦巴舞步以扭跨 缅步 斗尖为主 既热情又慵懒 优雅又性感 不少到访古巴的游客也跃跃欲试 报名参加伦巴舞课程 张扬欢快 有着爱情之舞封号的伦巴舞 被视为古巴人的身份象征 哈瓦那女王舞蹈团团长 罗德里格斯表示 古巴人从小就开始学习伦巴舞 伦巴舞的精神 完全流淌在古巴人的血液里 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让古巴人骄傲的伦巴舞 上个月更传出好消息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 当局宣布伦巴舞名列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巴全国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乌萨兰表示 这对古巴是天大的好消息 这也是献给大力推动民族舞蹈的已故古巴 国民领袖卡斯特罗最大的致敬 因此意义非凡 索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古巴 在同美国恢复邦交之后 更成为了不少游客想要探索的国度 美国 加拿大 意大利等国游客 更是开始涌入古巴 希望通过学习热情洋溢 舞姿曼妙的伦巴舞 体验民意一般的古巴风情 古巴人通过舞蹈来表现 骨子里的奔放和热情 而美国的不少公司则是研究细菌 展现维护环保的决心 他们培育细菌或者是真菌 成为家具材料 也有业者将沙子和细菌变成了砖块 充分体现环保家具这个名堂 工人正在组装的物件 以蘑菇菌丝制成 翻过来就成了凳子 这两块砖不是摇烧 而是以沙子混合细菌压成的 这家设在美国纽约的设计公司 培植一包包的菌丝 让菌丝连同军径 经过几天的时间 长成可塑性高的材料 可用于包装 格温 家具等 公司也以热能和压缩的方式 制造菌丝板 而这家位于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的公司 以沙子作为原料 再加入细菌 混合两者成为砖块 公司打算为制作砖块的工序 申请版权 虽然这种以微生物 长成材料的工业 目前还处在草创阶段 不过业者十分看好 这个环保家具的市场潜能 跳脱惯性思维 往往就能发现惊喜 就像在各国都很受欢迎的 土耳其旋转烤肉卡巴 不过甜的卡巴你吃过吗 最近在英国就开了第一家 专门售卖巧克力卡巴的店面 就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就是这家位于英国威尔市的小店 吸引了涛客的眼球 小顾客在店内也吃得津津有味 但仔细一看 厨房内的烤肉串并不是传统的羊肉 而是黑白巧克力 小店开业后大受欢迎 出乎店主的意料 店内的巧克力卡巴 来自意大利帕尔玛的巧克力工厂 除了巧克力卡巴 小店也售卖其他甜品 以满足顾客的未来 对于这些便宜的美食 小朋友给予的评价最高 小店的成功除了仰赖店家的创意 而店主的小女儿则是幕后功臣 店主认为小店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 是因为无论日子好坏 人们都舍得购买甜品来奖励自己 英国脱欧导致前景不明朗 相信英国人在吃过甜食之后 心情应该会很快好起来 吃巧克力可以让人心情大好 而气氛的营造也能改变情绪 圣诞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白色圣诞不是梦 在酷热的尸城 要如何打造梦幻雪景 要如何让冰雪不融化 广告之后我们幕后直击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圣诞节的脚步逼近了 各个商场和旅游景点 已经换上了银白色的圣诞装饰 吸引访客和消费者 那我国商场和旅游景点的 圣诞装饰风格各异 又可以体现出冰雪天际的雪屋 出现在了购物商场外 也有设置在花园里的 巨型雪球和圣诞树 那世界一周设置队呢 就要带你去看工作人员 是如何去构思 以及打造欢乐的圣诞氛围 巨型透明雪球里的芭蕾舞者 旋转的胡桃夹子 还有一颗颗来自欧洲的圣诞树 滨海湾花园花穷 在圣诞节的一个多月以前 就以圣诞新装迎接访客 我觉得蛮特别的 这个就很像是 那个他的队就是白色圣诞这样 名为欢乐协奏曲的花圃展览 以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为主题 结合白色圣诞的装饰 希望为访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不是很重视游客量的树木 其实我们是比较注重 让这里的游客 有一个比较独一无二 跟难忘的经验 所以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思 去设计与展示这样的一个花展 游客能够欣赏到 我们的那个地中海地带的植物 以及同时欣赏到 有像雪景一般的 那个圣诞主题摆设 白天在花卉的灰映下 圣诞树和雪球洋溢着灿烂风情 但是到了夜晚 灯光照耀下的花穷 则是点点星光 丁海湾花园为了不影响 花穷的运作 展览的装饰和设计 大部分都是在夜晚完成的 晚上九点花穷关闭后 工作人员才开始 为设置新展览做准备 这片花圃就是圣诞雪球的位置 工作人员把上面的花卉和植物都移走 为直径六米的巨型雪球腾出空间 接着工作人员把土地产平 让放置雪球的平台 可以稳固地搭建起来 白色的木制平台 之前已经先被组装成两个半圆形 接下来只要把两边的平台 组合起来就可以了 不过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不容易 因为一旦地面不平平台就无法完美地衔接 平台搭建好之后 工作人员会在里面安装一台气泵 才开始装置雪球的上半部 不过这个气泵是做什么用的呢 别小看这个像普通塑料袋的雪球 这个雪球有至少70公斤重呢 充气的时候 两名工作人员必须进入雪球内部 帮忙调整雪球的位置 确保它在平台正中央 而且可以保持平衡 经过好几个小时 透明雪球终于完成了 没想到看起来 结实的圣诞雪球 组装前竟然是扁平的 那除了直径6米的巨型雪球 花穷这次的圣诞展览呢 还会种下10颗来自意大利的圣诞树 连续几个晚上 工作人员都必须彻夜工作 花穷每个月立场闭馆的日子 更是他们赶工的时候 组装好的雪球 内部还必须放进各种装饰品 由于进入雪球的出入口宅小 过程需要至少两名工作人员互相合作 一人先进到里面 另一人则负责从外面 把装饰品递给它 一直到装饰工作完成之后 工作人员才会加入 魔女雪花的白色颗粒物 而在花穷的另一边 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教训 要将8米高的圣诞树 用起重机吊起来 再种到草地上 圣诞树种好之后 工作人员会把运输时捆绑着的圣诞树的绳子拆开 让枝叶完全舒展开来 才是装饰圣诞树的好时机 经过多天的赶工 欢乐协奏曲展览终于完成 装饰的闪亮亮的圣诞树 高高耸立在雪球旁边 而雪球内部在气泵的运作下 吹起了雪花 制造出摇晃雪球 雪花飘落的效果 更是充满了白色圣诞的风情 除了滨海湾花园 诗城大厦也和雪城合作 在室外设立了本地最大型的雪屋 让人们在本地炎热的12月 也可以体验零下十几度的冬天气候 为了确保冰雪不会融化 雪屋乐园从建设到运作 都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 那冰雪是怎么制造的呢 我们一块去看看 诗城大厦外 公众兴致勃勃地 穿上厚外套和雪地靴 准备进入雪屋 尤其是孩子们更是兴奋 雪屋室内的温度 在零下五摄氏度 到零下十二摄氏度之间 孩子们动得鼻头通红 却玩性不减 堆雪 滑雪橇 玩得不亦乐乎 漫天飞舞的雪花 展现逼真的冬季体验 蓝色围栏里连接到 室外的管子 喷出的就是冰雪了 雪屋里面布满了 八公吨的雪 幕后工程就是 安装在室外的造雪机 这个造雪机只需要 普通的清水 就可以制造冰雪 完全不需要添加 其他化学物 水流通过铜色水管 输入到造雪机里 造雪机把水冻结后打碎 再通过管子喷到雪屋里 不过这台造雪机 一天只可以制造两吨的雪 要如何满足雪屋八吨的积雪量呢 在活动的一个多星期前 石城大厦外的雪屋乐园 已经搭建好了 安装在雪屋的空调系统 也已经运作了几天 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 在现场造雪 工作人员只能从玉廊东的雪城 运了大约10公吨的雪到这里 为了方便运作 这些雪在雪城里 被堆成一个又一个的大方块 整齐排列到雪屋里 不过这些积雪 可不是这样放着就算好了 大雪砖运到石城大厦之后 工作人员还必须把雪砖打碎 才能制造地上充满松散的积雪的效果 这样的工作要一两个晚上才可以完成 虽然雪屋里的雪都是人造雪 但是人造雪也大有学问 不同的造雪机器运用不同的原理 制造出来的雪也有不同的质地 让人们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 其实雪屋里的积雪 会由两种不同质地的冰雪组成 其中一种就是造雪机制造出来的雪 质地像是碎冰片 超越你满河 你会变得到泡凉的雪 较为粗糙的冰雪 会是积雪的底层 上面还会再铺上一层厚厚的 粉末状的细雪 另外我们用这个作用 研究用研究用研究研究 叫做煞烟 不过要使用雪腔造雪除了零下5摄氏度的室温 雪腔水供的温度也必须低于5摄氏度 经过测试工作人员发现现场水供温度不够低 只能改变方案 由于不能使用雪腔 主办方决定用机器碾碎造雪机制造出来的冰雪 这些碎冰片在反复碾碎之后就会变成粉状 也接近真雪的质地 每天早上在雪屋开放前 工作人员都必须重复这个步骤 确保访客有更完整的冬季体验 晚上雪屋关闭之后 工作人员还必须把表层肮脏的积雪处理掉 雪屋外的造雪机也会全天候运作 补充流失的积雪量 身处热带的我们没有冬天自然也没有雪 不过感恩的是科技弥补了不足 如果有机会能够感受真正的冬天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那趁着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去走走吧 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圣诞蒙福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界一周 那么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圈尘ンニ�� tras